但是恰恰的就是台化、髒化 在這時候,他穩定他的關係 讓中央陷入困難 所以我們看李世光 比較恰恰的就在經濟保證 做一個世界跟我們說 你看全世界大家都在反思的時候 全世界大家都在看中央陷入困難 是不是中央的手 會好真正的病 所以10月4號 全世界是歷史的一天 就是大家公共關心地球 就是大家要履行氣候變遷的承諾 但是台灣他過去去年 讓我們評鑑氣候變遷的旅行 很激烈的、倒數的、全球倒數的 今年民進黨政府執政了 所以全台灣全世界 也你看民進黨共用 是不是嚴格履行氣候變遷 真正變成行動 而不是口號 台灣 嚴往張華憲政府這邊 來努力配合 這是全球大家共同的期待 李應援 應該可以踏出歷史保護環境的新紀元 應援應該可以踏出環境保護的新紀元 李世光應該用世界跟我們說 讓台灣進步 讓台灣走向綠色經濟 不歸去用黑色經濟 黑色經濟 歹史完全沒有競爭力